一起98年 88岁的乾隆娶了13岁的晋妃 乾隆共有45位妃嫔 晋妃是最后一个 洞房之夜 寝障中的晋妃 看着老麦隆中的乾隆缓缓走来 吓得抱紧双臂 眼泪啪哒啪哒不停地往下掉 乾隆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 全名爱心觉罗 红利 一生经历89载 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看过电视剧《甄嬛传》的都知道 乾隆皇帝的父亲是雍正皇帝 在父亲一辈人打下江山的基础上 乾隆皇帝将大清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 整体来说他是一个英明果断的皇帝 不仅是政绩方面 乾隆在感情方面也是有令人称赞之处的 首先他与他的皇后复查皇后抗力情深 举案齐眉 不论多忙总会抽时间陪着复查皇后 而复查皇后也以温柔贤惠著称 所以即使复查皇后去世之后好多年 他依然经常怀念复查皇后 时不时的到夫人园来住的宫殿走走 乾隆在位六十多年 后期乾隆退位由他的儿子嘉庆继位 此时的乾隆已经八十多岁 他的儿子嘉庆被受乾隆影响颇深 一次偶然机会 他意外发现复查室有一个女儿 杀继复查室 从画像上看和死去多年的复查皇后长得有几分笑 嘉庆帝便动了心思趁着选修女的机会 将杀继复查室内入了后宫 杀继复查室本以为自己要嫁的是嘉庆皇帝 结果洞房花竹叶盖头已被掀开吓了他一大跳 只见眼前一个老太隆中的人 这个人就是乾隆皇帝 此时才十三岁的他眼泪开始不受控制的往下掉 一副我见有脸的模样 而乾隆在掀起盖头初见杀继复查室的一瞬间也有些恍惚 不是因为眼前的女子过分年轻 而是那酷似复查皇后的脸让乾隆久久回不了身 请客间曾经的珍藏在记忆里的美好倾泻而出 思念难过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让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承受不住 亮亮呛呛地离开了 从此宫里多了一位十三岁的晋妃 而因为这一件事乾隆也放下了手中的权力 还政于儿子家庆帝 过了几年逍遥日子 过了仅仅三年 乾隆皇帝寿终正寝 而晋妃一跃成为宫中辈分最高的人 从此杀继复查室也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毕竟辈分在那里摆着 也没人敢去招惹她 就这样杀继复查室在后宫中一待就是二十几年 之后年仅三十九岁的她也追随乾隆皇帝而去了 且行且珍惜 人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等到天人永隔了再去回忆 再去后悔也没什么用了 而且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是双胞胎 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用一个人代替另外一个人也不太现实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事无恐 人们往往都是这样 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 等到追回莫迪的时候又一个劲的折磨自己 殊不知一切冥冥中自有安排 所以做事情之前多想想 不要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之后再去后悔 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给到我们的 即使你是皇帝也是一样的 总有些遗憾必无可避 总有些事情不受控制 也总有些结果我们承受不起 抓住我们能抓住的 不要让自己后悔